最近中国网络盛传停在母港大连的辽宁号航空母舰 甲板上出现疑似为殲35的模型战机 引起军事观察家注意 殲35属于中国第五代逆宗战机 中国媒体腾讯网的军事专栏分析认为 殲35可能将搭载到中国现有的辽宁号 山东号跟福建号三艘航舰 如果成真被认为将明显加强中国航空母舰的战力 中国军事专家王云飞指出 解放军发展航母舰队将以赶上美国为目标 航空母舰总数到2035年至少达到六艘 这个数字也和美国兰德公司近年的预测大致相同 西方分析认为定下这个目标 就是为了避免像1996台海危机一般 受制于美国航空母舰 但中国航空母舰吸引各界关注的同时 美国退休情报官员达姆 却把目光转向中国的民用商船 达姆撰写的报告指出 2023年至少有39艘商船 支援中国海军执行任务 主要用来运输军事车辆 达姆担忧这可能成为中国两栖攻击台湾的手段 但他也指出至少在2030年前 解放军利用民船成功侵台的可能性不高 而中国加紧发展航舰或其他军事手段的同时 美国自然也没闲着 美国和日本海上自卫队 2月初在菲律宾海举行军演 剑指中国与北韩 在演习中指挥卡尔文森号 航舰打击群的萨迪耶洛也强调 美国的航舰打击群 就算面临中国飞弹威胁 依然能够作战 美中两大强权 如今正透过航空母舰 互相展示肌肉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